國內新冠本土確診 昨天新增了兩百八十一例 再創今年以來新高 指揮官陳時中預估月底前 會來到疫情高峰 另外指揮中心宣布 放寬居住居家隔離規定 開放家中同住者 可以在同一戶隔離 但是入境者居家檢疫隔離 则是不適用此規定 清明廉價後第一個上班日 新冠本土疫情大爆發 六號新增兩百八十一例 本土病例 再創今年以來單日新高 而且遍及全臺十七縣市 其中以新北親友校園群聚 新增四十例最多 其次是基樓某場所相關 新增三十二例 高雄某場所新增十二例 台北某場所新增八例 桃園宜蘭某教學場所新增六例 台中婚宴相關新增六例 台北某校園群聚新增四例 大潭電廠相關新增三例 新北某社區群聚新增兩例 桃園某工作室新增兩例 某旅行團及花蓮慈濟醫院相關 新增一例 台北某餐廳新增一例 桃園某銀行群聚新增一例 新通報疫調中則有一百六十三例 陳時中坦言 疫情高峰可能在四月底前到來 此外考量近期疫情升溫 為了兼顧食物需求 及社區防疫安全 指揮中心宣布 即日起放寬居家隔離規定 居家隔離仍以一人儀式為原則 如果家中所有同住者皆為居隔者 可以同戶隔離 每次用完浴室廁所 進行清銷就可以共用預測 但境外移入居檢者則不是用此項規定 由於立委廖國東助理日前傳出確診 而且陳時中曾經赴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 外界關心有無收到細胞簡訊進行快篩 對此陳時中強調 並無和確診者接觸 目前已經有兩名立委被匡列隔離中 同樓層立委與助理需進行快篩 本土疫情連續兩天破兩百例 對於大甲貓組繞進行活動是否因此取消 陳時中強調沒有要求活動取消或是延期 目前希望讓民眾正常生活 而行政院上午召開防疫會議 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 將持續採取輕重症分流 讓重症與高齡確診者在醫院中診治 無症狀與輕症確診者則在集中檢疫所和加強版防疫旅館隔離照護 記者 烙水米 蔣龍翔 特報道